大家好,我是珠子 我看到 反正你看到前一周 影片就會知道說那集的來賓是誰 但這邊先不破梗 但請大家盡緊期待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好不好 還是會有我的 好,那我在這邊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剛好是一個證明說 你們有沒有好好在聽我們說話才關鍵 所以只要這個禮拜 我只要收到任何 在IG啦 IG或之類的地方 Discord就算了 你們如果在任何社群問我們說 阿姿姿去哪裡 姿姿去日本 我們還聽得到下一集嗎 我就把你封鎖 直接封鎖嗎 封鎖到他回來為止 你有勾勁 好,那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終於去參加了 一個盛宴 就蠻開心的 就是 我是沒有想過 因為我是沒有想過 那個暴雪 會邀請我去參加活動 因為你好像曾經勤勒過他們 還是沒有 沒有吧 有 我在G8遇到他們的時候 因為G8 G8電玩走的時候 他們就是 暴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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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 他們看到我 然後就說 可以跟你合照嗎 然後他們就在介紹說 對 然後就合照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他們介紹說他們是暴雪 然後他說 暴雪喔 那暴雪會發案子給我嗎 我很喜歡暴雪 暴雪會發案子給我嗎 騎白人 不是 那時候他們大家都 很尷尬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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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發給我們 就是 而且是大作 對 暗黑破壞神四 對 然後那個 活動一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就赫然發現我的名字 跟 斯文斌 兵哥啊 溜炭 乳蛋 就是跟 貝利美恩西軍 這些大咖 放在一起 那當然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活動底下留言 全部都是 啊怎麼會有宗子通 Yup 就是尤其 下面就有人在說 就這些人是真的都有 都是暗黑的玩家嗎 就是巴哈姆特更多喔 巴哈姆特就是有人說 這款遊戲是 可以干那個BOSS 是不是 怎麼會有宗子通 不過我還是 我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過這個時候 還是要再次再講一次就是 暗黑破壞神 真的是我最早玩的 其中一個電腦遊戲 而且我那個時候 在玩二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沒有中文 超級痛 因為他開始玩 暗黑破壞神的時候 他還沒有看過A片 對 這是真的 所以他應該要當的是 暗黑的 暗黑中子通 暗黑中子通 不是欸 其實會被一些人說是 暗黑 評點14個暗黑系的博主 還是什麼 14個暗黑系YouTuber 結果我還暗黑暗黑中子通 暗黑暗黑中子通 暗黑暗黑 對 暗黑暗黑 我暗黑你的暗黑 那這樣我們就擺了 對啊 好 那 就是 可以接到這個 我是真的 既精且洗 所以我們 但是我們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 蠻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甚至深重到說 因為我們工商時間 是禮拜天嘛 對 結果我們兩個就說 我們禮拜六先去看一下 那個現場 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約好 禮拜六要去那個松菸 然後接我到工作室的時候 下午兩點到工作室的時候 他沒起來 因為前一天 因為官方有先給我序號 然後那時候序號拿到的時候 就是可以先在 當天的晚上 前一天的晚上12點 就可以先開始玩 然後就玩到早上6點 對 就 我也蠻驚訝的啦 我就傻眼 我沒有想到這個遊戲就是 可玩性非常驚人 對 然後我就 兩點起來說 等我休息一下早 我那時候已經快要發火 我們才去 然後去 因為松菸離我們工作室超近的 所以我們去 然後就在那邊 到的時候 我其實挺驚訝 因為 他松菸是在旁邊那種小倉庫 大家應該有 就是靠 靠那個 煙廠路嗎 反正就是 他是靠路邊的 的小倉庫 然後就是 當時候我們到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 傑士登電玩站 然後我那時候很驚訝想說 就是 我本來以為他們是搬在一起的 我原本以為是 一大整個展覽 對 然後可能 暴雪他們自己包下一個展區 其中一個展區是他們專屬的這樣子 後來才發現說 沒有是暴雪跟傑士登他們是分開的 剛好 剛好同一個週末 對 對 滿驚訝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先進去 傑士登的 逛逛 其實傑士登的 我就已經覺得很讚了 因為其實這幾年 就是電玩展這種東西 就是都會被 臭說什麼 就是根本是手遊展 嗯嗯嗯 我也不是說手遊就不好 但是有時候你去電玩展 就是會比較希望說看到比較多新的那種 家機大作 嗯嗯嗯 這種東西應該是 我們那天有看到 惡靈古堡嗎 對 我覺得最 因為傑士登他那個比較屌的就是 你現場要玩 你還要先去領那個 號碼牌 對 什麼整理券還什麼東西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比較大的應該就是 快打旋風跟惡靈古堡 嗯嗯嗯 那惡靈古堡就是因為這禮拜 就是要上新的那個 重製版世代 因為世代是真的也是超級經典的 就是惡靈古堡4的重製 因為他世代號稱是 冷飯炒最多次 就是他幾乎你 你所知道的 所有可以玩遊戲的平台 手機VR什麼 都有世代的蹤影 嗯就是你 你不能說 你不能在那邊跟大家找藉口說 沒有啊我沒有那台主機 我沒辦法玩惡靈古堡4 你只要有任何可以玩遊戲的東西 你都可以玩得到惡靈古堡4 嗯 真的是什麼都有欸 GameCube這種東西都有 對 那我覺得去那個展的 大家應該最驚喜的是 可以看到很多 魔物獵人的東西 喔我有看到 對 它很長一條 對它有半邊 它有其中一個倉庫的半邊 全部都是 跟魔物獵人相關的 那 呃 其他還有那個寶可夢 嗯 因為它有官方來的商店 對 對 所以就是 如果是寶可夢粉的話 應該會蠻開心 呃 而且那個時候 他們好像這一次就是 蠻多遊戲都是請到說 他的製作人 嗯 來到現場 所以他們 老實說我覺得 傑士登這次辦這個展 呃 我覺得算是蠻厲害的 也是算是 遠了蠻多玩家的 一個期望 對 因為就是有看到像那個 呃 貝利美跟魯丹 他們就是有跟那個 魔物獵人系列的製作人 合影 然後還有 到後來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就是看到 以為傑士登的展 已經很驚人了 嗯 但是接下來我們就看到說 幹 暴雪這次真的 對 我們走到暴雪展 其實說 喔幹你們真的很用心欸 因為其實 我以前做相關的那個工作嘛 所以我會知道說 比如說什麼錢 花什麼錢 在哪個地方 然後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但 因為大部分的展對我來講 其實我 其實早期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會常去看展 但後期的話 其實我不太看展 因為大部分的展覽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輸出再加大型 布置的那一種 嗯 就可能 有錢一點出玻璃纖維 然後沒有 沒有錢的話就是 大大的 指板 指板 哈哈哈哈 就 你就會想說你到底為什麼 要跟輸出物合照 感覺是輸出被板展 這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你為什麼要跟輸出物合照 因為其實 其實我對於跟輸出物合照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智障 因為 但大部分的展 我可以理解 大部分動漫 都是這樣 尤其動漫相關的 對 他真的就是都是一堆人型立牌 在那邊 對 對我而言我覺得超無聊 對我而言就是 那些東西就是一個什麼樣的錢 我跟你講那個大型輸出物 差不多這樣子的話 大概一兩萬啊 就這樣 哈哈 就那一咖 差不多一兩萬 你這樣打壞打碎我們 動漫秘的心 你這樣子 你的良心啊 可是可是真的 所以我 所以我那天去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先比較驚喜的 就是我們在外面看到馬 我以為你會說保鏢 馬 喔 等一下可以講一下保鏢 馬 馬超 因為我們在松菸外 剛進松菸的時候 他旁邊有一個小帳篷 然後那邊就有馬 然後我們就說 今天這邊怎麼會有馬 我想說 欸是什麼季警活動嗎 對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結果後來才發現 啊不是也是暗黑破壞神請的 就是他們請一個coaster 扮成那個俠盜 然後他就從 他就會騎著馬 在外面那邊繞來繞去 我覺得那對 那對玩家來講有一種 你把 你把紙板變真 不是 因為他 而且他 因為這一代 暗黑破壞神這一代的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他家 因為他是開放世界 所以他可以騎馬 然後我沒有想到說 他們為了凸顯這個特色 來我給你找一隻真的馬來 所以這就是用心 對就是很誇張 老實說這個東西就叫做用心 因為他要怎麼樣 讓玩家可以更生利其境的 去感受到 我遊戲裡面要提供給你的氛圍 對就是 說真的他們也可以很簡單 就是旁邊輸出一隻馬 輸出一個馬的人型 馬型力牌 對 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他們不是 而且你知道他們馬是怎樣 他們馬是準備兩隻 對 他不是只有一隻喔 就 而且其實 以前我也曾經做過相關類似的活動 你知道在 也是找馬來 對 你知道在弄馬來 有一個東西最麻煩 蛤? 大便 喔喔對 馬大便其實真的超他媽的麻煩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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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他不是狗那個 因為 因為他會邊走邊大 喔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就是暗黑他們自己的執行團隊 他們我覺得他們找了一個很棒的合作夥伴 因為 現場你完全不會看到馬大便 因為他那個 他除了牽著馬的那一個應該也是相關工作 也是 跟馬相關的工作人員 他後面還有兩個也是 在處理的 就是一直跟在後面 對 會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超細緻的欸 然後接下來我看到第二個東西 其實他們所有工作人員都會披一個斗篷 就是服裝很一致性 而且又有那個 對 因為這個斗篷其實說真的 他不會多淺 但你要夠細心 你才會想到說 我要讓玩家進來的時候 我總進入暗黑迫害神世界的感覺 因為他們有一些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穿斗篷的話 斗篷他們把斗篷拿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們也是有那種官方的那個T-Shirt 但是一般展可能都做到這種程度就好 對 可是他們又自己加半裝 對 我覺得加那個斗篷之後 我覺得更細心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參觀 所以我們要經過保鏢 去檢查裡面東西 欸 他們保鏢帥的欸 我跟各位講 因為很少人會有辦活動 可以接觸保鏢的經驗 那在下剛好就是有辦過幾場活動 然後了解保鏢的level在哪裡 所以他們是請到高級保 我跟你講保鏢真的有分 他是有分的 因為像那個韓國藝人來的保鏢的話 其實他是會要求身高限制長相 然後跟體格 這個是要求的非常的精細的 然後當然他們價錢也不會便宜 然後 長相是要求要好看還是 就是 要乾淨 然後 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人乾淨就差不多快要 等到帥了 等同於好看啊 如果你真的都有注意到讓自己乾淨的話 通常你也不會難看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其實接下來都還會有次等 次等當然就是 你要求就是會變小 然後到最後的話 通常做這種展覽的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 裡面派一個工作人員 四個人就好 四個人會看東西 通常派工作人員說 欸你這邊你就警察包包 你就蓋手章 然後你就警察證件 然後就派三個人這樣 大部分人都這樣 就沒有他們是請認真保鏢 他們因為第一天跟第二天人不一樣 然後第一天他就是找 印象會很深 因為是一個 應該是混 不是外國人就混血了 有點混血 就是他會讓人印象深刻說 欸你們這個 MACO陣容就蠻厲害的喔 帥喔 幹 然後還認真會檢查你的包包 我的天 對 然後進去之後 進去之後 我覺得他們就是把 他們的佈置 是把整個倉庫的那個地形 做一個很好的運用 他的燈光 燈光也好 其實燈光我覺得也是這場很用心的重點 但大部分其實會忽略 當然如果說 在試玩狀態下 用這種燈光 可能會略略傷眼睛 可是你進到 暗黑破壞神4的現場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就是 他有強 他有用一個很詭證的一種氛圍 就是真的讓你覺得暗黑這樣 然後甚至 甚至我們進去到後台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欸後台 媽告辦 就是爆幹的煙霧迷蒙 因為你就是乾冰 所以他們其實細心到就是 還會在前台放乾冰 然後去塑造那種 就是神秘感 神秘感 對 然後這樣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是Coser 但你以為是我們去 看大死戰的Coser嗎 不是 他其實也有出現 他也有 他也有沒錯 可是他是 可是 只要去看子通的Facebook 對對對 我有tag他 因為他就是那個Curo 然後他就是 他有參加 他後來我發現說 他在之前暗黑破壞神那3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已經是那種手作型的 那種Coser 就是這個人的配件 服裝化妝什麼 都不是在開玩笑等級的 就是我覺得現場看到 如果是有看到 有去現場參加活動 或是你有看他的照片 活動照片的話 你一定都會驚豔於說 這個莉莉絲的Cosplay造型 完成度如此之高 嗯 再加上現場那個氛圍 我就覺得說 喔那真的 他會讓你就覺得說 媽我好像真的看到莉莉絲本人 你會覺得 如果可以跟這個人拍照 你會覺得 喔很讚很讚 很讚感覺 對 Coser之外 然後現場 他也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可以讓 就是他邀請到來賓上去的 上去體驗的地方 那邊就是準備食物 嗯 那邊的食物也是誇張的用心 很用心 就是他都是弄成那個 暗黑 Diablo風格的小點心 然後還有那個 洪水藍水 對 就是他洪水藍水 就是裝在那個 那種塑膠品裡面 可是就是 你看了就是 呃是莓果汁跟乳酸飲料吧 對 可是你看到就會覺得說 喔他們真的是小 我覺得就是 連很小地方 小地方都會去注意到 嗯 所以我覺得蠻厲害的 還有一點 是他連在後台 都準備電腦 喔真的 他連在休息室裡面 都整台呵呵讓你說 準備好電腦 要讓所有就是可能會 進到休息室裡面的人玩 這個東西可能 你知道這個東西不會被別人看到 對 可是他會讓參與的來賓 或是 任何一個人員去 更能深刻的體會到就是 暗黑破壞神4的美理在哪裡 這件事情其實我真的覺得 超級用心的 因為很少人會去顧及到後台 對 因為我一定是把前台弄得好好的 後台可能就 你可以休息就好 對 可是你 但你不知道的東西是 呃 你知道如果你在後台把 連這個細節都做得很好的時候 所有參與演出的人員 小支到主持人 大支到表演來賓 都會感受到這份用心 甚至他會在表演的時候 去把感受到用心去表演出來 喔他的 他的表現可以在上一層檔子 對 他會跟這個品牌更加連結 因為我以前曾經做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可以讓 就是 我以前曾經做過一個類似的發表會 然後他的 他的 他的 呃訴求是環保 然後於是 我是在連後台要發放便當的時候 我是用 呃 我不是用免洗餐具 你是用環保的那種 我就是用 呃 我 因為呃我們那個場地剛好 對 他 其他的地方是有餐廳的 然後於是我就是 全部都是用 餐具 所以 雖然這會很麻煩 然後可能也會比較 成本會比較高 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但因為我都覺得說 今天我們都是在講求環保的東西 然後你 後台出現那種可能 免洗衛生塊 就 有點諷刺 有點諷刺 然後於是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 我那時候就跟後台說 欸 我那時候在設 設定後台的 要出現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說 欸那我那個餐具 我要全部就是都用現場 那 我就請下面的人去幫我跟現場說 我們再付多少錢 然後我要換成 現場餐具 然後以及 不能出現任何的吸管 然後我也希望水不要是瓶裝水 就是那種寶特瓶瓶裝水 我希望是就是 一杯一杯的杯水 或怎樣之類的 嗯 然後這件事情我 我原本只是想要去呼應客戶 想要傳達環保這個主題 結果 嗯 跟我合作的主持人 那是我第一個 第一次合作的主持人 我之前沒有跟他合作經驗 然後 他竟然就在台上的時候 就說就是 這個品牌用心的程度 是連到後台 你都會感受他們 對於環保的認真 哦 對 然後 所以你沒有 我那時候在做 我並沒有想說 要讓主持人去講這個東西 但主持人注意到了 但主持人注意到了 他感受到了 所以我覺得 就像是 暗黑破壞的審視 他們連在後台都 準備了電腦 甚至開好了帳號 就是 然後那個 想要讓大家體驗 空置器 就是他就 直接都問你說 你等一下想要 用空置器 還是要用滑鼠 對 就是真的有替你想 對 老實說就是這樣 我遇到恩西俊的時候 我看到他很累 躺在沙發那邊 我說你怎麼看起來那麼累 他說我剛剛 在那邊玩 變了 我說 你不是前一天 因為恩西俊他在台上 試玩的是星期六 然後 我說你不是星期六的時候 才會玩嗎 他說 沒有啊 我剛剛今天 星期日我主持的時候 就是 他們台上玩家玩多久 我就在後台玩多久 但你知道這個東西就會讓 所有參與的人 都會一起感受到 就是 這個品牌的魅力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次也是他請 他請我們這些人 他 因為我還是有看到蠻多人 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應該要請 對暗黑 真的很有 應該說 我覺得也不能說什麼 真的對暗黑很有愛 而是他們就要說 他平常的形象就是 就是 深刻的跟 暗黑破壞神系列 這樣掛構在一起的KOL們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這一次 廣發英雄鐵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就是 他在 宣傳上就是有他的好處 就是他可以打盡就是說 因為 觸及更多的玩家 因為可能我原本 我的粉絲 他原本可能還在觀望 可是我來跟他們講好玩 他們可能有一些人 就真的回去玩了 那我覺得就是讓他整個 因為 暗黑破壞神是一個時候 差不多20年的老遊戲 他從二代就 從二代開始算的話 大家通常都會先接觸到二代 你從那邊開始算的話 20年 那 這20年你 玩家結構一定都老化 甚至有一些人 他根本已經不再玩遊戲了 可能家裡都沒有電腦 為了小孩 對啊 那你這個時候 你不讓更多人 更多陌生的族群 去接觸到這個系列的話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已經 走 那他只會繼續走下坡 嗯 所以我這次 感覺好像一直在吹捧 可是我就覺得說 他們這次活動真的 很用心很認真 嗯 這是我覺得 我感覺到的一點 唯一 唯一比較 可能大家 我覺得對大家比較抱歉的 可能就是我們那個 輪到我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一開始音訊好像有點狀況 對 這大概是我覺得唯一 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嗯嗯 他們因為 其實我在試玩的時候 他們在旁邊一直在 想辦法幫我解決問題 對 所以他到中盤 我差不多玩到中盤的時候 他們其實已經幫我把音效修好了 嗯嗯 就是大家如果那天 有跟直播的粉絲朋友 應該都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 故障排除 雖然比小黑再慢一點啦 但是也是慢 但是也是很快的 對 但因為就是說真的 我很少會對於就是 因為老實說啦 就是因為同行的會比較挑剔 我很少會對於 別人活動就是 產生那麼高的戰訓 因為畢竟都知道 這個東西怎麼做 這個東西花多少錢 這個東西怎麼樣 但 那天 阿阿破壞神是 現場展場給我感覺 因為畢竟我不是玩家 然後 但我就是去參觀這個展 然後 給我一個 好像路人吧 我會覺得就是他把錢 他並不是像那種 他不像oneboy那樣 大撒幣 師傅 師傅 沒有大家都知道oneboy行銷是怎麼樣的 確實 但是oneboy的話就是 fucking rich 我可能就是 我找20個 我找20個網紅 然後現場 對就是我就是撒錢 你剛剛是想要把它當作唱歌 對啊 然後但 但我覺得 iPhone的神是他給我感覺 他是把錢花在每一個很精細的刀口上 然後以及用心 你知道要做到這種事情 真的不是只有有錢而已 而是你要有想到 有經驗又有想法的人 對 才能做到這種程度 而且我覺得某種程度你要夠熱愛 對這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現場的話 現場很多人應該 呃 這也是我覺得為什麼你不用去那邊分什麼說你 你 你是不是真的什麼oneboy神老玩家 或什麼系列老粉 因為應該是 你只要有在接觸 遊戲的人 你至少都接觸 我相信你應該都會玩過 例如說 魔獸世界 魔獸爭霸 爐石 oneboy神 就是 你要 或是那個鬥陣特工 就是你要接觸到這些暴雪出的遊戲 其實 機會太多了 嗯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那邊分什麼說 你是不是幾年老粉幾年老粉 新粉也有如何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樣子 我希望他們有吸納到更多新的好奇的玩家 嗯 對 然後最後就是我覺得他們也是真的很屌 就是這次找那個血肉果汁機 哦 我超開心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進休息室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邊 地板台排站的靴子 一堆 一堆超級暗黑的靴子在那邊 然後我就說 嗯 這應該就是血肉的鞋子吧 應該是血肉的鞋子吧 那時候我原本想要拍下來 後來放棄了 哈哈哈哈 對然後 然後兩天 這個 你是第一次聽血肉的歌嗎 應該說第一次聽現場 第一次聽現場 我之後之前應該有一些 MV或什麼 稍微點到 我必須說我不是他們的鐵桿歌迷 小黑才是 畢竟你連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我嘻哈也沒有那麼了解 那 這個 這個 血肉果汁機 他們這個風格的搖滾 我也沒有那麼接觸那麼深 好不好 對 那你第一 作為第一次的聽眾 你覺得怎麼樣 第一次的聽眾我覺得 呃 你會覺得很吵嗎 尬拍他們那麼大小 不 不至於欸 因為應該說我的位置很好 嗯 我的位置很好 所以就是 因為我 我知道我跟小黑在交流 在他面前炫耀的時候 就是我跟他說 因為我是坐在那個 就是KOL區那邊 對 就坐在那邊舒舒服服的聽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 有兩個流派嘛 有一些人覺得說 你要在下面感受那個衝擊 有就是我 對 你就是說 啊可是小黑 小黑就說 欸沒有欸 我比較喜歡在那種 坐在悠閒的地方 聽他們這樣子 嗯 就是 我覺得兩種都可以 感覺到樂趣 我就是在下面晃的人 然後你知道嗎 嗯 我到現在我肩頸都還是很痠 哈哈哈 星期日 然後我們今天是星期三 我到現在 我的肩頸還在痠 真的 真的是老 他們唱了三首歌吧 對 對 跟他講的通常這種商演 就是三首 真的喔 喔原來是有 有他的 那種 就是 公錠 公版在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 就是看 看 看表演時間 有時候是三首的時候 就是半小時 然後或者是三加一 就是 有時候他會再加 送你一首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喔原來是 嗯 原來這有規定喔 不是規定 就是 就是大家約定成熟 那種感覺 對對對 喔所以這種活動請來樂團 或是樂手 然後他通常就會這樣子 對 內容去做 除非是特別講 喔 才會可能只是一首 或是 會怎樣 比如說就是變成 一小時 通常就是三首 對 相演大部分 除非你們在 巧說特別的情況 對對對 喔 所以他演出到 我們想說 前兩首的時候 我想說 我想那樣會想說 幹都到第三首了 因為我知道到第三首 我就會結束了 三首而已就沒了 對 那 因為這一次就是 他們不是說 單純說 就是可能像我們這種比較 單純的來造勢那種感覺 他們甚至這次是 量身訂做打造主題曲 還有做 我覺得這超用心 幫他們做MV 這個是真的很誇張 因為 這個理論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因為我有看到 所謂鐵桿玩家 在iPrizen的粉絲專頁下面 罵說 你們為什麼不好好把遊戲做好 還要搞這些 有的沒有的活動 但是我真的 我認真覺得你們 就是 就是 就現在一個 現在根本不是一個 不講求行銷的年代 應該說從來 應該說這個世界東西 要紅起來 從來都不是說 你只要 單純把東西做好什麼 大家自然會 那你會餓死 你拜託遊戲那麼多欸 對啊 就是 他沒有那樣子搞 你會去罵他嗎 你看到然後去罵他嗎 可能 他可能 以前 以前的時候 然後大家遊戲沒有那麼多 那你做出了一個 礦式巨作 哦 大家會趨之落物的 全部都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但現在娛樂如此多 我甚至 不用玩你家機啊 我就是都在玩手機 那我要怎麼注意到你這個東西 行銷是有他的用處的嘛 嗯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呃就 呃 我當然可以理解這些老粉 真的很愛這個系列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有這種跟異業 跟不同陌生領域中 接觸碰撞這樣子 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這個系列才能繼續走下去 嗯 不然的話他就是繼續 就是真的像你們講的 喔我說這個系列已死這樣子 欸我覺得其實這件 其實這個活動給我兩個啟示 我自己的小小心得感想 嗯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你只要做很用心的事情 你會意外收到 你原本預期以外很多的回饋 哇真的 就像其實我們跟呃 跟暗黑這次合作 其實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出席 嗯 然後一個就是我們現場直播 嗯 然後 其他的 大家知道就是其實商業支出 比如說在IG啊 在Facebook啊 這些支出都要錢 嗯 但 因為他們沒有經費了 嗯 所以他們就沒有買我們這個 這裡的廣告版位 但因為我們太喜歡這個活動了 然後就有一個人就是急著po他的感想 跟分享現場 對 所以有一個人他要中指通 他在臉書已經po他的感想 然後在IG 然後也發了好幾次文 然後 甚至我們現在podcast 已經講半小時這件事情 我認真喔 我認真喔 就是Facebook podcast這些 這些都沒有錢喔 天地良心喔 暴雪如果有給我這些一分錢的話 哈哈 我現在直接被車撞亂交 對 所以就是 如果你很用心去做這件事情 讓別人感受到的話 我覺得 他會收到你的預期 就 他會 給你預期以外的回饋 嗯 然後第二個是 啊 邪落狗之機爭戰 沒有 第二個其實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接到這個活動 我們也很努力 大家不會想像到 我們有多 努力才可以 去接到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如果我們都一直在走 我們原本走的路 走我們的 嗯 總統以前 就是 應該說如果 例如說我一直做 我一直說 就只是講精選 精選 精選這樣下去的話 那可能就是 幾乎不可能有機會說去 有這種合作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我 我那時候在台下 在看你在直播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也是在直播間 跟大家聊天 其實我是還蠻感動的 這感動就是 天啊我們努力了多久 我們終於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直播到 喔有這種大手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 呃良心講 我覺得這對其他 就是可能跟我們同場的那個 欸 同場的那些大手KOL 那些大手實況主來說 這可能只是他們 呃 很常見的東西 這個月的其中一個工商 對 這對他們可能 就是這個月的其中一個工商而已 啊可是我覺得這個 對我們來說就蠻重要的 嗯 對 確實啊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呃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認真 然後又去用心的對待你的工作 然後 或許哪一天就是他會 帶給你就出乎意料的回饋 分享給大家 對那 這邊 這邊 突然就 好啊那接下來來個 怎樣 呃 再稍微笑工商一下 就是 我良心講喔 接下來就不是那個工商的東西 就不是那個 我們剛剛也沒有在工商好不好 對就是 這個這個也跟工商無關 就是 iPrice 目前玩到的內容 真的都蠻不錯的 就是 雖然說大家說他標準版 但但你到底收多少錢 我幹就 你這媽的錢是你合約去 你去寫的齁 就是這個東西 雖然他的標準版要2000塊 但是我現在玩下來覺得說 呃這個錢是值得花的 好不好 就是可以玩一下 好 那像惡靈古堡是 我也已經預購了 還是可以玩 你看 像惡靈古堡就沒有給我錢 我也是叫大家去玩喔 嗯哼 可以接受喔 對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講到了 好的活動的範例嘛 那剛剛 這段時間其實一直都有人要求說 就是 看芝芝能不能用你專業的眼光 來點評一下 我們這是 因為我們通通來嘴有講到 漢創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可能 從你的角度來看 你會有比較不一樣的感想 其實我以前跟漢創合作過 那師傅你可以講嗎 哈哈哈哈 可以喔 師傅 他現在又不是我衣食父母 師傅你可以講喔 好 應該說 你跟他那時候跟他們合作 你感覺好嗎 呃 你啊 還好因為我跟他 我們比較像是 各做各的事情 喔 就是你們在同一個活動 但是你們負責的 執掌的東西 對 喔 所以就只是就喔 漢創這樣 喔 通了 對就這樣子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可是你 但因為 也跟他們開過幾次會 對 我發現到一些就是 他們做事情的盲點 但我覺得就是 這都是每個公司會有的問題 嗯 但如果好講回來 他們這次的做事情 跟公關危機 好 呃 因為這個公關危機 我也想到另外一個公關危機 就是Blappin的公關危機 嗯 我不是說Blappin這個團體 而是主辦方 是主辦那個什麼理想國 對對對 主辦方官 所以我覺得兩個可以一起講 嗯 因為我覺得其實 概念上他們事情還蠻像的 呃 漢創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是白痴啊 哈哈哈哈 但那個白痴要怎麼講 就是 其實 我必須說 因為我有學長在當 那個 運動經紀 嗯 我們都知道 我跟你講啦 體鞋啊 棒鞋啊 這種東西 它所有多深 它相關的事情就會有多深啊 嗯 真的就是這樣 確實 所以它是 有一連串的 所有利益相關事情 牽起來的一個商業鏈 呃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他今天 他敢這樣發這種 就是跟全台灣人 對著幹的文章 就表示說 他根本不怕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他 因為他又不是吃你們的錢 對啊 你去參觀 你去參加的很多的賽事 比如說你參加路跑比賽 你去參加了 anything 很多人會參加馬拉松 大部分都是還創在半檔 就是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 你幹他 不會影響到業主找他 因為你在去看主辦方的時候 可能 可能說保況利水德 然後可能是台北市政府 你不會去看到漢創啊 的確 他可能會在背板上面寫 可是你根本 你很多人 都不會去看到這麼細 因為主辦 可能今天主辦是市政府 可是他就是需要 他不可能叫市政府裡面 員工出來 有說他出來發水出來發獎回來 對 可是他需要有 可以辦這些活動的手腳 那個手腳就是漢創 對 沒錯 對啊 那 而且其實 就是這樣講啦 就是 我先說我對那塊邊 東西都不熟 但我都是 聽聽聽聽聽聽 對 所以我是夢到的 對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知道要在那個地方 運動相關經濟這個東西 甚至行銷 或是活動這些東西 你要去 你要去經營 或是你要去工作的話 你勢必一定要有關係在 對 這確實 所以他們為什麼 可以在這塊那麼久 因為他們關係 早就達到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穩過 所以 你們再去幹他 再去罵他 他根本就是不痛不癢 他就是罵你們罵爽而已 頂多就是 那些跟他關係好的人說 好啦好啦 你別再這樣 去啦 那些說什麼 他們那些網友的小狗娘 就這樣 對啊 就是 因為第一 他就是B to B的公司 他並不是B to C的公司 他下次 還是會辦經典賽 你會不會買票 會 因為 他就是有那個 人脈 跟有那個資源 跟有那個經驗 你知道 要拿到那些標案 他並不是只是 靠人脈 他必須還要承辦經驗 他才能拿到 但漢創在 運動相關的賽事 他已經有太豐富的經驗 他並不是一個 菜鳥 菜鳥運動行銷公司 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 而且我跟你講 菜鳥運動行銷 就 也就是你好 假設 今天是漢創 跟一個剛開的 然後你今天要辦一個 辦一個好 中子通相撲比賽 你會選誰 你一個誰都沒有聽過的 一個菜鳥的 運動行銷公司 你一定選漢創 對啊 就是 因為他的歷史太過輝煌 你會覺得說 起碼這個東西交給他 就 好啦我東西其他我邊看啊 但他起碼不會出 起碼會60分 對啊 你會說啊 你交給這個新人 他可能幹 他可能整個跟你 爆炸到0分這樣子 對 我相信 我相信漢創可能在 做這個賽事的時候 漢明明可能會有一些 很不爽的事情 所以他才會把文章寫得那麼不爽 就是一定要跟大家 挑起大家 對對對 因為他可能也被挑了 我不確定 但 他給我感覺就這樣 他一定就說 幹你你啊 我賺這個集 然後我還要被你們罵成這個樣子 媽的 我也被很多人弄啊 我覺得他的心態就是這個樣子 他不會去回饋 就是我一定要罵 就是我一定要 就是說 怎麼只有 只能有我被罵 我一定要罵人 我一定要 不能只有我不爽 我要讓你們不爽 他其實他心態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真的 不缺 你們的錢 嗯 你之後好 我就再問 如果在下一屆 在台灣辦的經典賽 然後他還是出了周邊商品 他不用買 嗯 買啊 他們會買 我不會 就是 會買的還是那個群人啊 對啊 其實就跟那個 Blapping這次演唱會一樣 他們這一次的主要問題 到底是出在哪裡啊 Blapping的話 呃 我覺得 這還是跟素質有關 現在是哪個素質 觀眾的素質有關 然後還有我覺得場地 可能也是 我要先說 因為我以前做過 韓 韓 韓國偶像的 呃 見面會 所以 其實韓團 真的很難搞 非常難搞 然後 YG 是最難搞的 也就是Blapping的經紀公司 對 是 超他媽 難搞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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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很難搞 非常 很 有比王力宏難搞 你在講那個廢話 比王力宏還難搞 難搞 多了 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 就是B Ben 我都不會想要接到B Ben的案子 蛤 蛤 蛤 對 蛤 不會就是這樣 你還是不想接 不會 不想 蛤 因為YG真的很難搞 蛤 幹 這麼極白喔 對 依照我之前的接觸跟 你知道這邊也在做夢好了 就是 YG我覺得他們在對待就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對外外國人都這樣 我覺得他們在對待台灣人工作人 有點像狗 我認真的喔 蛤 我是認真的 我是認真的 然後他們中間的翻譯都是中國人 對 然後反正就是中間 其實我覺得翻 就是那種 語言啊 文化不通 然後又有一種就是 不曉得 他們高傲程度 就是工作人員高傲程度 真的是很可怕的那一種 他們並不是真的只是藝人難搞 他們是整團人都難搞 就是只要是韓國那邊過來的人 都很難搞 對 就是整團 整個group的工作人員 都難搞 那藝人本身難搞 你就是會覺得 算了 因為你可能要維持他演出的心情 可憐他媽工作人員都難搞 你會覺得 不是他工作人員都難搞 一尊大神 但 其實 大家就會覺得說 阿媽的你他媽的賺 你賺那麼多錢 你在打什麼慢走不送 但我就問你嘛 如果Brabbing再來 你會這樣辦 你要不要花這個錢 要喔 還是會啊 還是買爆 還是會啊 因為他們也是B2B啊 你並不會去看承辦的單位是誰 你就不去啊 不可能 他媽你就 你有種 你就連署大家好 我們以後都不去理想國辦的演唱會 然後這種東西一定是就是說 好 然後左手在那邊買訂票 左手在那邊搶 好 右手在那邊推訂推訂 然後左手在訂票 這種東西就是很困難 就是你要呼籲大家說什麼喔 你不要買黃牛票 對 還是什麼你不要 就是 在台灣你要呼籲大家是什麼 一起不要做一件事情 通常都不都 不會收到太好的成效 老實說 因為我有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就是關於這次Blackpink的討論 然後Blackpink就是 有很多人講就是 那個素質很差這件事 然後我看到一大堆新聞標題上面 那邊寫說 今天大家的那個看演唱會素質都有進步喔 好棒棒 我想說 幹你倆現在怎樣 幼稚園禮貌宣導喔 然後我之後再去翻了各種新聞 跟各個就是 大家的討論 我發現喔 大家的素質真的很差 因為有很多可能就站在椅子上看的 然後有些就是 整個站著然後錄完全程的 然後錄影的 我記得抓到蠻多在錄影的 必須說 飯拍這個 是叫做 Fam Camera 就是它的中文就是說 Fam Cam 對 飯拍這件事情其實好在 韓國的演出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就 對啊就是很多 就是 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高畫超高清的 對都有 所以你在網路上很常看到 YT上面就很多了 對 可是因為 我覺得有可能是演唱會設計的問題 或是怎樣 我真的不確定 或是位子真的太急 因為想要賣很多的票 對 所以變成是前面的人只要站起來 後面的人全部看不到 所以發生很多 其實賣很 買了很 貴位子的人 然後還是會被前面 就整個擋到一個不行 對 我覺得如果你是在看演唱會的時候 你 你就會覺得說 幹 我辛辛苦苦花了這些錢 花了這些錢 就被你這個 巴恩躲了 他媽在前面那邊 但我那時候想到說 我去瘦子演唱會 其實我們在陽谷你去的時候 我們也是站起來的 然後我也去想到 就是之前去聽蔡林頂唱會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時間是站起來 阿妹的頂唱會也是喔 但都沒有被前面擋到 那麼嚴重的狀況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場地設計上有缺陷 所以我覺得場地位置設計有缺點 位置設計有缺陷 因為也是蠻多人講說 拜託 那個巴拉片在國安辦的時候 也是叫大家站起來啊 然後大家站起來也不會被擋到 對啊 所以這就是一點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 設計上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 第二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公關票這件事 這個我覺得蠻混亂的 應該是說 其實 大家也很常聽到我說 我很討厭搶票 可是我還是會有票去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內部購票 內部購票 內部購票的時候 是需要花比較多錢 才有辦法買購 這個我 我最近有理解 你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最近有理解到這件事情 我可能還要再多花個兩百塊 有時候 有時候是還要再多花個一千塊 但因為我就是討厭搶 所以我可以 但內部購票是怎麼樣 就是它有點像是情誼的東西 比如說 因為假設 假設今天好 我是總統好了 今天我們要辦一個專長 但 因為我們曾經會有感謝一些 跟我們合作的夥伴 比如說像上班不要看好了 像久妹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想要送票給他們 因為我們很想要感謝他們 但是那個票你還是要算成本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先把這些票買下來這種感覺 對對對 但假設在根本比較外一層的 我現在也不曉得該說誰 但比如說好 比如說A群好了 然後外一層我覺得說 可是阿顯啦 阿顯他想要買票 對阿顯會想要買票 對 但我們就想說 好啊 我們現在可以先開這些命額給你 因為阿顯也算是 讓我們消遣很多次 消費很多次的學照 我們剛剛在這個時候回饋給他 但我們不想 但是我也不想直接把票送給他 但是我也不想直接把票送給他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那我們現在先賣給你 你要不要買 所以他就是 多兩百塊喔 對 他就是這種情誼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正常的事 然後就只是看他們位置要開哪裡 所以其實我像我四千購票的人 其實我是不知道位置在哪裡的 還會這樣喔 對 他只會跟你講說大概在哪裡 你要買大概哪去的票 所以他可能就是看 他先開了之後 比如說大家搶完票了之後 然後哪個地方是有空的 然後就把那個地方留下來 嗯 對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在公關操作 然後或者在就是 唱片公司什麼之類的 他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覺得Bla Pin的話 他有點 因為想要跟風跟蹭的藝人太多了 確實 所以你才會看到說 吳宗憲喬二十張票給他女兒 那買不到票的人 看到吳宗憲說二十張票 他會不會拿公 對 他說媽的你女兒就只有一個 然後你媽的你去喬二十張票 你是喬了什麼 對啊 因為這個東西會有 我覺得這 因為像我平常在買票 我不會大啦啦人民講說 喂哈哈我哈哈你們這些廢物 我拿到 我拿到什麼 不能這樣啊 我不會這樣子 但因為這次就是我覺得 就是樹大招風 人都比我白痴 這種概念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導致很多人買不到票 然後又看到 怒火會燒起來 這些人的時候會燒起來 怒火會燒起來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比較誇張的 還會有說什麼 因為第一卡我記得有一篇文章 他就是在暗示說什麼 什麼政府爭票 嗯 可是我覺得那好像就有點 就是就因為後來就是 甚至還有傳出說什麼 被市政府 什麼 直接征收一千張票 這個聽起來就比較誇張一點 略誇張 略誇張 因為那句話好像後來 新倫不確定怎麼樣 好像後來就有跳出來說什麼 那個是謠言 嗯 但爭票這件事情可能有 但我不認為數量回到那麼多 對啊什麼一千票 因為我覺得他們知道 這個數量爆出來 他們應該也是會 會黑掉啊 對會很黑掉 這個會黑到不行 但是你說 你說 如果是那種比較靠爛 畢竟說是辦在 畢竟像這種大型活動 你一定要有那個嘛 市政府那個 那說會不會有留一份 一幾張票給他們那種高層人員 肯定也是會有的啊 我是覺得說這種東西就是 例如說你就算用內部的關係去買 都不是 就是 就 大家真的要低調啊 對啊我覺得就是 就是你不要在那邊拿到 然後他出來說 哈哈你們這些窮逼賤民 他買不到票那種 我覺得這個就 很像你自己在給自己找麻煩那種感覺 這大可不必啊 對啊然後他們 反正就是關於漢創跟那個理想國 他們其實狀況真的很像 因為他們就是B2B不是B2C 他們之後端出來的屎 你還是得吃啊 技術上好像真的是這樣 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其實你說他們公關做的不好 他們也不用做好啊 因為公關是做給誰看的 是做給C看的啊 是做給群體看的啊 那他真的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啊 因為他賺的真的就不是你們的錢 唉 太酷了太酷了 好那 最後再跟大家問個 我跟你問個問題好了 好啊 對啊就是我假設喔 怎樣你暈船了 不是啊怎麼會暈船 就是 他暈船了 跟你 如果你發現跟你關係不錯的人 他好像也有其他關係不錯 然後你覺得這個 心中有點奇怪的感覺 他暈船了他吃醋了 這個不是吧 不然呢 你就是在意人家啊 就你發現他有另外交好對象啊 就吃醋啊不然是什麼 這個師傅這算吃醋嗎 不然呢 不是不是不是這 算嗎 不然呢 不是就只是感覺不太對勁而已 啊那個感覺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就是吃醋 哈哈哈 好啊就算假設這個真的就算 就算 假如假設這個算是吃醋啊 啊這樣就是暈船嗎 啊你沒有感覺你就不會吃醋啊 你不會暈船的話你就不會吃醋啊 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 你想問什麼啦 你到底想問什麼 不是啊 你想要釐清的是你的感覺 還是你要釐清 你要想問的東西是你要怎麼跟他講 對 呃好 你希望他不要跟別人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急吧 也這樣不好吧 不是啊你 你希望 對那你就等於說 你們要進入正式的關係啊 那你又不想進入正式關係 你又不希望他跟別人好啊 那你是怎樣 沒有我沒有希望 我沒有不希望 因為我知道這是 這是不對的事情 那你就要自己去消化你自己的情緒 就是這樣 喔好吧 你出來完你就是要出來擔這種 後果 喔好吧 沒有啊 這個只是假如 還是你想 你想要怎麼樣跟對方溝通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有這種事情嗎 或許有這樣的方法 其實有這個方法啊 就是 好你不希望 假設 假設你們現在是在一個 目前 以致就是你們兩個就只是床上砲有關係 假設啊 假設 我們現在是假設這件事情 假設這件事情 對對對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說 欸 我問你喔就是 如果我其他的就是打砲對象的話 你會在意嗎 好我要先問他這件事情 對啊 啊不然就是 如果他說不在意的話 我說喔 好 那就沒了 如果他會在意的話 然後他說喔 那所以你會希望說 我們兩個是 穩定的單一對象嗎 喔 但問題是你要 那你這樣子你要去解禁你自己啊 這世界上沒有那種 喔媽的 顧泡之術餐喔 吃顧泡之術餐喔 吃顧泡之術餐喔 你要求他對你顧 然後你就不用對他過 假如說假如 這些都是假如喔 就是 你去要求別人的時候 你當然也要這樣要求之術 對啊 這個我知道啊 不然你媽 你那邊吃顧泡之術餐 你顧我不能顧 我顧你不能顧 確實這樣是蠻不好的 對啊 嗯 所以你可以從你自己身體先去 你先由你自己自身去做出發 你可以先去這樣問女生 就說 欸 因為其實說真的啊 就是 呃 這樣子床上的關係 然後 如果說 沒有單一的話 我會 我也會想知道說 你有沒有跟其他人 因為我才會知道說 就是 欸 如果 我身體有怎樣的時候 哈哈 靠北 喔喔 我知道去找誰算帳 也沒有 我就覺得說 就因為 你也可以說 有些人會在意 就是 顧泡的對象 是不是單一的 嗯 對 那 你會在意這件事情嗎 如果他不在意的話 那就是等於說 那你就說 那你可能會說 欸那你現在有其他對象嗎 因為你從這邊做開頭嘛 那你也可以坦承你有沒有其他對象 如果他說他會在意的話 他就說 喔 那所以我有其他對象 你會在意嗎 那如果你也在意的話 就說 那其實我也會在意你有其他對象 我會希望說這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 我有點打戀愛炮 所以我會希望說這段時間可能是 雖然我們還沒有進入感情關係 我會覺得這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 顧泡的關係 起碼 我們不用騙來騙去嘛 嗯 我們又不是在談戀愛 又不是在男女朋友 幹嘛騙來騙去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會想要發展 再多一點開放的關係 希望你可以跟我講 但我會覺得我現在 我比較 是把你當顧泡 所以 唯一的顧泡 那我希望 你也可以這樣對我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來討論 我們要怎麼做 謝謝戀愛家教 其實我要收費的是我 哇 是我 聽軍一席話 我已經一席話 好啦 我收穫蠻多的 謝謝 好我這邊 可是剛剛都只是假設的情況而已喔 好我們就希望中總通不要暈船啦 沒有 怎麼會暈船 對不對 我剛剛那些都只是假如的討論 那個 我要先呼噜一下 那個純呼噜通粉的粉絲 在中總通一下 有純呼噜通粉粉絲 可以去聽最新一集的子通宇宙 裡面呢 就我們曾經出現過特格化身為 約炮界的柯日瑩 然後去教中子通 不要暈船 沒有 怎麼會暈船 我這個人 其實你們也知道我是澎湖人 澎湖人最不會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暈船啊 我就看 真的沒有啊 真的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好不好 對 好啊 然後接下來我要發表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 就是不好意思大家 我沒有離開中子通的工作室 這個不用特別 因為最近大家應該會看到 有一支那個 上面不要看的新的影片 然後大家應該 就是因為 知知之前應該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他現在 努力朝製作人的方向去前進 那也是跟一些 我們比較majima的一些頻道 有合作 Yup 然後他就是會去幫大家 大家做策劃這樣子 第一支作品 就是在上面不要看最新的 對 你們看可能不會覺得是最新 就是 內湖的交通有沒有解SUP的那個企劃 就是用SUP 渡河 那一個企劃 那那一支就是 那支是 刮吉的發想 然後我去做製作這樣子 對對對 那因為可能有一些人看到 就會說什麼 上面不要看挖角 那他 沒有 只是合作而已 對就是合作 所以請大家不要擔心 好嗎?我們要離開你們 好嗎?過來抱一下 好 好啊接下來進入到 留言環節 留言很少欸 大家都沒有話跟我們說是不是啊 好第一個 斗內一百元的水耀阿翔 他說 原來辰辰跟迪拉那段算是好的 辰辰那天麥克風拉超遠 三個又一直搶話 完全聽不清楚 好可惜 不過那天沒有會後問卷 只能自己跑去私訊上班 不要看希望未來可以更好 蛤? 真的假的會 我沒有覺得 亂啊 搶話 我覺得還好 不是欸那天我真的 我認真喔我自己的感覺 我認真覺得就是他們三個的 化學效應是最好的 講話都滿清楚 好接下來是 我們的Podcast的五星留言 第一個是通粉兼BP粉 聽到你們聊韓團 剛聽完Blackpink的 我很傷心的前來留言 希望 聽到你們噴爆三一八 一頭的猴子們 一堆猴子從頭站到尾高舉的手機 從頭錄到有沒有人在聽歌 工作人員也完全 不制止 真的不知道自己花那麼多錢來看不到 偶像到底是為了什麼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這麼自私主辦方 為什麼可以這麼美用 反而看台區的人都看得好開心 我夠羨慕 他怒火 我覺得 這個是很真切的怒火 我可以理解你的生氣 因為你花那麼多錢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你一定是花得比看台區的人 更多的錢 結果你看得更 你花了更多錢 得到的是更差的 觀賞體驗 那我建議其實這個時候 通常就是 你就去 罵 你就訊息去罵好了 可是我覺得像這種事情的話 我覺得真的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其實 我還是覺得第一啦 就是數值問題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說 叫前面坐下來 就前面剛剛回了什麼 shut out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第一個就是數值問題 然後第二個 跟風的人真的很多 對 所以他們就只是想用手機錄下來炫耀而已 這有很多 但第三個 範拍也真的很多 所以 你很難講 因為他們有些人可能就是粉 然後他們希望手機 收進去做紀念 但 其實我很久以前 我忘記是聽哪一個歌手 還是藝人講過 就是好像是 好像是清風吧 就是說他希望 你們可以就是把手機放下來 好好聽我唱歌 所以其實我 去聽演唱會 我很少 很少會一直錄 應該說只開頭的時候 對 他開頭的時候錄一下說 我在這邊 錄一些我覺得很漂亮的畫面 拍一下很漂亮的畫面 去做紀念 我不會去錄影這件事情 對 但 我就希望說 就大家數值可以 越來越進步啦 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 我也無奈 我覺得這個人是真的 感覺到他的難過啦 因為像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老實說我覺得 我覺得 這時候可能會想一下說 在現場到底可以 就是 就是罵前面的人 幹你娘超級壞 給我 給我他媽的猴子 他媽給我蹲低一點 就是 其實這點 這邊我就要佩服一下 就是 茲茲是一個充滿道德勇氣的人 就是 他在這種時候的話 可能就會說 欸 前面的猴子 可以坐下來 可以坐低一點嗎 我們要說猴子 他可能不會講猴子 因為就是 我們通常在外面 就是 人類 我們 人是社交的動物嘛 在外面一定會有一些互動 所以就是像我們以前分享過 就是說 例如說如果在外面 我騎車載他的時候 然後我們遇到說 就是 交通猴子的話 他就會 對 就是會講類似這種話 然後 呃 因為我自己比較怕說 對方下來 然後 就 我中了兩槍 我自己會比較怕這種事情 所以我通常就會 啊 算了 我有時候也蠻猴子的 就放過他吧 呃 然後還有一些例子 就是說 例如說去餐廳 我們大家去餐廳的時候 如果 呃 對方是 對方服務態度有 明顯的有瑕疵 的時候 我自己 我自己的腦 腦回路通常是 啊 我也曾經在一家 披薩店工作過 然後我 我覺得我也沒有服務得很好 嗯 就算了 我這餐 我這餐就當做說 服務費是給他當 他媽當醫藥費的吧 但是 充滿 道德勇氣的知智慧 在這個時候說 呃 請問一下你們今天的服務是出了什麼問題呢 然後開始 然後就是說 你們 你們之間餐廳好歹也是有收服務費的 請問你們可以把你們的工作 稍微放在心上嗎 然後 我在旁邊聽到的時候 就會說 哇 等一下會不會走出餐廳 以後我中了兩槍 就 對 欸不是我們去世真的是很貴的餐廳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邊 然後那個服務真的還蠻好過難 欸我講 我想一下啊 那一次狀況怎樣 啊我想起來了 然後他是怎樣你知道嗎 他是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差不多七點多八點 然後他既然 他上完菜之後 然後七點半的時候 跟我講說廚房八點要收 所以我們可以先點甜品 嗯 然後還有像是什麼水 水啊或什麼那些東西 都超級不到位了 欸 欸七點半跟我講說廚房要收 可不可以先點甜品 還是先上甜品 我真的有點忘 是先上 先上對不對 是說要先上 我想說 哇 哇 我今天是去一個 就是百元熱炒店吃飯嗎 然後他 我不是欸 我想起他講什麼 你們這間店在內湖 好歹也算是不錯的餐廳 那請問你們自己覺得這樣的服務品值是可以的嗎 對啊 因為他們真的算價位不低的餐廳 我覺得我們開始把範圍縮小囉 價位不低的餐廳欸 所以我真的是傻眼 我會覺得說這樣子 因為畢竟我也是在餐飲業裡面工作過 確實 雖然我不是真的做餐飲的外送 你是在外廠 我是在行銷部工作 可是問題是就是 這個東西真的超級基本 你已經 就是在你的食物的成本裡面 在你的就是 價位上已經放了那麼多 隱形的 價格 跌進去的價格 就是你要去 體現在你的服務上面 啊靠北咧 但是 所以我說 而且你跟我說八點廚房要收 所以我會說你充滿了道德勇氣 會直接把這件事情指針出來 因為我這個人是比較怕那種 I got shot twice If this time I unfortunately died 你記得我們那天 離開JKF的時候 然後不是外面一直有人在 按電梯嗎 嗯 然後我不是就說 你充滿道德勇氣 這段要剪掉喔 不用真的不用剪掉 不用啊 然後我們就是在JKF離開 然後結果我們就下樓層 然後因為那個是大賊ATT 所以他有很多樓層 然後結果 結果一個樓層就是 我們電梯門關了之後 然後他馬上開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滿了 然後他就一直 一直開 小朋友一直開 然後我就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說 可以等我們下去的時候再按嗎 我就這樣子 因為我們 然後你知道在現場是還有呱吉 對 他完全也沒有出身 對 對 我那時候就會說邱輝姐在 但是 就算是邱輝姐都沒有這種 都沒有這種 可是我覺得他 他才不敢講好不好 都沒有這種等級的道德勇氣 他才不敢講 對 就是 欸我這邊你們 剛剛這一段聽下來你們可能 真的會覺得說我在靠北他 可是 老實說我能 我覺得 能在這些時候出生 其實是 真的需要 一定的勇氣 才做得到這些事情 就是 因為我也不是說什麼 真的什麼 什麼怕 被討厭的勇氣 對 但是你真的 你要在這種時候出生 人家就會覺得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有那麼奇怪 可是 不是啊 因為他去爭取對的事情 所以這方面 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下一個 我只是有被討厭的勇氣 好啦 靠腰喔 好接下來的話其實是一個 呃 他說 三 他是三顆星 然後給我們五顆星 然後他說 覺得是稍微有點 常常講 指通的話 聽起來有點打斷節奏 蛤 對啊 我是蠻常搶你的話的 可是現在我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 可是如果通 其實沒有啊 因為我們兩個本來都會搶彼此的話 對啊 而且如果通常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是對方 其中一邊已經開始在搶一些 模式殺的時候啊 對 我們才會搶掉 對啊 但 以前的話可能是節奏沒那麼好 可是現在我覺得 我們搶斷對方的話是 有他背後的意義在的 通常 通常 抱歉啦 你覺得 亂 I'm so sorry 因為 可能 他就這樣子 對 他可能是比較喜歡solo的部分 可是就沒有啊 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嘛 好接下來是一個聽眾之前私訊我們的 那我覺得有點好笑 所以唸給大家聽 因為有點長 他說 直通你好 我非常喜歡你的節目 已經把你的節目聽了兩趟了 我真的很愛 目前已經準備第三趟了 真的很喜歡你通通來追 尤其你在分析台灣運動的走向 和未來的憤恨不平 也是我格外的感同身受 對於一些球團政策的謾罵 我跟你也是有為有守 真的覺得台灣棒球不上不下 又被黑到把持真的很可惡 個人很喜歡你在中指通以下的口頭配音 以及模仿聽團仔的部分 你們的三觀極其正確 讓我們對你們節目按部釋手 關於動物安樂死的部分 也希望知識不要生氣 台灣的環境真的沒有涵養的人居多 希望你不要生氣動了肝火 在電影影評的方面 指通也是各方面門派都略懂遺耳 讓我聽了真的很過癮 你的評論並沒有因為個人喜好拼口 讓你聽起來相當舒服 加上你對演員演技的理解 以及背景的介紹讓我每次聽到 那種樂不思數的愉悅感 真心覺得這個沒有掺杂 個人情緒的系列真的很棒 樂不思數是用在這邊嗎 不是 個人情緒我們 沒有啊我們在講電影的時候 都蠻掺杂個人情緒的 對啊就是 我先講這些東西 我們的感想都是基於個人 所以大家最常聽到的 不管我在評論任何東西 我通常都會加一句我個人覺得 就因為這個屬於算是我 我自己不敢說我做得多客觀 但是如果說讓你看得舒服的話 我很開心啊 好然後他說 那個松山黑先生抱怨老闆正常的怒吼 我也是笑了很久 然後老闆那種推脫的回饋 真的很有那種冠老闆的樣子 相當的好玩 一個小提醒 我因為用還不錯的耳機聽你們的節目 所以偶爾會有聽到你們在錄音上 會有些小瑕疵 不知道是不是接觸不良 或是沒有在麥克風上面套歌 會有雜音 曾經你有在節目上說過 你要找一個吃魚喝茶的小磨類別的故事 我是有非常興趣分享給你增加節目精彩度 還有一些吃魚喝茶的消耗 跟一些職業軍人吃魚喝茶的趣事 希望有緣分能夠跟你好好交流分享 PS你跟芝芝本人真的超好看的 子通本人也是帥 那天原本想要找你簽名我的 那天原本想要找你簽名我的手機 寫中止通的 但你跟芝芝在吃拉麵 我就沒有再去打擾了 本人真的帥 希望你們能繼續加油 帶給我們更豐富的學識 以及正確的三觀 非常感謝你們 而且它下面還有評分喔 他說 整體節目節奏90分 人物的風向以及黑臉白臉93分 棚梗梗豆梗95分 聲音品質79分 劇情編排93分 三觀100分 節目內容92分 離題搞笑75分 我有問題 離題搞笑到底要 我要一直離題才高分 還是一直沒有離題才高分 可以解釋一下嗎 幹話100分 至今笑聲100分 止通笑聲91分 莫名其妙 然後 雞雞93分 止通95分 阿嘴100分 阿嫌93分 其實 其實 這邊跟你們抱個巧料 等一下 其實這個女的一開始看到這個分數的時候 她說為什麼我跟 為什麼阿嘴那麼高分 然後為什麼我跟阿嫌同分 阿嫌為什麼 阿嫌欸 阿嫌 然後我的笑聲100分 光是 你比你的笑聲還糟欸 對啊為什麼 我靠這個我想說三小啊 對啊 可是還是謝謝你這麼認真的回饋 對啊 謝謝 每次看到這個東西我覺得都 還蠻好笑的 蠻鼓勵的 對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在評論給我們回饋這樣子 我們會更有動力跟更知道什麼方向這樣子 對 那今天的節目差不多到這邊 我是中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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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s Minha Ebni 卦 氹 不 , 趕快 sein